本身OK 很美味 我相信味道是好的 但是颜色看起来 这样跟实气的搭配 颜色没有挑出来 看到餐具不对 立刻换 知道鸡肉炒豆豪 得用红色餐具增加视觉效果 拿出20年室内设计经验 62年次的沈信仪 大胆转航创业 很多东西的道理都是共通的 为什么要来做餐饮这一行 因为我觉得餐饮的 DECO上面跟做家事的DECO 其实只是空间大小的不同而已 从代理进口家具起家 加上扎实的设计经历 沈信仪把偏执性格和设计美学 用在做菜兴趣上意外合拍 今年二月开店创家常菜餐厅 房地产上面不景气 加上我个人的兴趣在这方面 我们提前做一个 有第二方案 结合我们自己的真正的兴趣 每天亲自买菜下厨 试口味 摆盘自己来 就连店内的油画也是自己创作 在装潢上精准配色 餐饮业是一个很稳定的 你只要你的口碑稳定 你的业务量限定在哪里 我比较特殊 我不求量 我把每天的总量管制 因为你这样才会有品质 卖完为止 就是把它卖完 所以你每天的收入是可以预期的 每份配菜控制在20份左右 现主现出 一天只卖约150份餐点 尽管收入和设计顾问工作有落差 但餐盘上的艺术让做生意更有热忱 三连新闻 薛志冗 陈宜杰 新北市采访报道